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今天要來開的就是這三箱由林凱恩老師推出的猛蛋獸系列啦 那因為平常開箱的地方有點亂喔 所以今天就在我的工作間直接開 直接拍啦 OK 那首先要來看的猛蛋獸就是我們2016鄭州哥吉拉八顏則作戰啦 那我們先來看看他的箱子喔 可以很清楚看得到上面印有玩具本體的圖片之外 以及東寶正版授權的LOGO 那側邊一樣是有貼一張雷鏢貼紙 那另外一邊就印著新哥吉拉 那後面呢就是貼著產品相關的各種資訊啦 猛蛋獸P2016哥吉拉八顏則作戰限定版 以及easy hobby的一些官方網站跟聯繫方式 那接著第二箱1995紅年哥吉拉 也是人氣非常高的其中一個哥吉拉型態喔 對 然後我也只能說每次收到這種玩具的箱子啊 如果稍微有設計一點就算只是印個圖上去 這真的會讓我捨不得扔啦 那這隻95紅年呢大家可以看得到 它是SX3限定版 跟接著看到的這一箱95紅年就有點不同了 那這一隻呢自帶冒煙特效充滿了霸氣 那箱子其他的部分就是跟前面都一樣啦 只不過這一隻它是叫做95紅年超高溫限定版 那兩種95紅年到底差在哪裡呢 我們等等看本體就知道了 那第一隻我們先來看的就是這一隻 剛滿六歲的正宗哥吉拉 那這整隻都是透明件喔 而且整體不會太大的隻 頭高我記得差不多10公分左右吧 算到尾巴高度也差不多才12公分左右 很適合上手把玩啊 也能隨時帶出門去拍照之類的 然後塗裝方面呢 因為整隻是這樣紅透的喔 讓他身上的這個皮膚紋底 血肉感的呈現我很喜歡 就是有一種血淋淋的那種感覺啊 有點說不上來欸 我覺得我喜歡唱正宗哥就是很愛他這一位 那種恐怖生物的樣子啊 我們拉近一點來看一下他的背棋喔 他的背棋的細節也是有做出來 可以看得到那個很細微的紋理部分 雖然他真的很小一隻喔 但是他整個背棋的呈現我還是很喜歡啊 喔對 然後林凱老師他製作這隻真哥 雖然說他是閉嘴的型態喔 但是他有把上下二分開來製作 所以他嘴巴裡面的造型呢 是都有雕出來的喔 雖然說他是閉嘴的狀態 可能看不太到底面欸 但是我覺得這樣做還蠻用心的 尾巴的塗裝也是不錯 我蠻喜歡這種是帶有點骨骼血肉的樣子啊 而不是說純粹就只是上個紅色就帶鍋這樣 他的一些細微處理還是有做到 配件的部分呢就是這兩個爆炸列車 那也是透明件 經典的八顏則作戰場景啊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燈台了 他上面一樣是有印新狗吉拉的字樣啊 那他的電池我看一下喔 他在吃4顆4號電池 那我們就直接來裝吧 那邊裝邊來聊一下好了 這一次的這個紅透的2016猛單獸真哥呢 據凱恩老師所說 好像廠商還會再推出一個十色的版本 對就是大家畫面上看到這個 十色的版本 對然後這個燈 這燈好像是有兩種模式吧 一種是有呼吸燈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衡量的模式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直接把真哥跟列車配件直接放上去吧 看看是什麼樣子 OMG好帥喔 那個燈光再加上透明件呈現出來的感覺 他由底部這樣透上去 哇 那有看過正宗哥吉拉的觀眾應該知道八顏則作戰吧 就是日本最後要阻止哥吉拉 為了要在他口中灌入那個零血祭阿 那有一段呢就是派出列車去衝撞哥吉拉 那我個人是真的很喜歡這段聯合作戰的感覺喔 因為就是那有一種呈現出 渺巧的人類 為了阻止了破壞神真的是用盡的一切方法這樣 那看完猛蛋真哥 我們接著來看也是我非常喜歡的 1995紅蓮喔 那看過我之前的影片或是看過我FB的觀眾應該都知道 我有收非常多95紅蓮相關的玩具喔 所以這隻猛蛋紅蓮呢也是一定要入手的阿 對啊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塗裝 他整個塗裝的上色方式我蠻喜歡的喔 就是他那個漸層感阿 他肉做出來 所以我們先大概看一下 然後整個造型的呈現呢 大概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很可愛阿 頭大大的然後咆哮的樣子 可愛中再帶一點威嚴這樣 然後他真的也不大隻 我拿一個哥吉拉的扭蛋 來比對一下大小好了 對各位可以看一下 扭蛋喔 扭蛋就已經是這個樣子了 他的高度 然後猛蛋獸只高他差不多 兩三公分有吧 就真的不大隻然後很可愛這樣 超可愛的 然後真哥也可以比對一下 其實真哥也是差不多啦 就是小小隻的這樣 如果真的擔心家裡沒空間擺那種大隻的哥吉拉 就可以選這種小隻的入手 至於圖中的部分 除了他的漸層做得很棒之外阿 我很喜歡他的這個細節的地方 就是他金榜這邊有沒有看到 他有那一種就是延伸出去的那一種 燃燒般的紋路阿 對那另外一邊也是 他都有把那個紋路給做出來 然後至於背琦的漸層也可以看一下 那種由生至淺 就是最裡面靠近背部的部分 是有深紅色的 然後往外擴散就是比較明亮到黃色這個樣子 再來是口腔的細節 他的一些舌頭上面的紋路阿 還有整個口腔呈現出來的感覺 跟上色 以及他的上顎 他的上顎也是 那你先在旁邊休息一下 我們接著來看他的配件 他的配件呢就是這一台 超級可愛 而且我覺得他的精緻程度也不差 所以這台呢就是我們的 超級X3沒有錯 可能影片看的不是很清楚 但是上面的確是有寫 路上自衛隊這幾個字 我眼睛都要花了 這整架超級X3 雖然他小小一台喔 但是整個設計感阿 以及他的塗裝上色 一點都不馬虎阿 他底座呢就是這個樣子 不會發光比較簡單的樣式喔 然後上面有一個凹槽 這個凹槽呢就是要讓你來放這個名牌的 哥吉拉VS戴斯特洛伊亞 就是我們95紅年登場的這個劇名阿 把他放上去 然後我們把95紅年也放上去 哇~~太帥啦 又帥又可愛 雖然說他的底座不會發光喔 但是就是這樣擺著也超好看的 再加上那個名牌 對因為有蠻多人是只接觸過傳奇哥吉拉 我對於過去東寶的哥吉拉可能不認識 但是這次1995紅年呢 你一定要花一些時間去了解他的故事背景 真的讓人超喜歡的那個年代的哥吉拉 來吧~~今天的最後一隻 同樣也是95紅年 但是這一隻呢是設定為 超高溫限定版 雖然說他這隻的造型跟上一隻是一模一樣的 對都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很明顯看得出來吧 這一隻燃燒的部分呢 他都是屬於透明件上色 對就是像是他的胸口阿 以及他的肚子 甚至是他的肩膀的部分 有看到嗎 肩膀的部分也是透明件上色 還有他的大腿阿 兩邊都是喔 所以超帥 以及他的背棋 然後也是有做一些漸層塗裝喔 那因為這一隻紅年他的設定已經是 進入高溫狀態 他已經快溶解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他的塗裝上色的方式 他背棋燃燒的部分是整個全面的 我們直接拿上一隻來比對一下吧 兩隻 他的塗裝上色 可以看得出來吧 從頭延伸到尾部 我個人是比較偏愛超高溫的塗裝方式阿 然後再來是他口腔的部分 那我不知道是因為他是設定超高溫 他已經快融化了 所以他口腔是有點濕潤的感覺嗎 有嗎 再來是他的發光地台 沒有錯 超高溫限定版搭配的一樣是發光地台 跟我們的猛蛋神哥一樣 然後還有他這兩個配件 他這兩個配件呢 就是我們的紅蓮 他超高溫 他快融化了嘛 就是產生的那種煙霧阿 那把煙霧配件放上去之後呢 整個呈現的感覺就是這個樣子 不過地台我沒有開燈喔 因為我剛才發現 他那個燈光頻率阿 跟我的鏡頭 有點不太一樣會閃爍 所以我就沒有開燈了 超好看 大家一定要入手 來來來 先把你的煙霧拿掉 我們兩隻紅蓮 要來去跟我的大紅蓮們拜拜碼頭阿 來來來 嘿 你們之後就會加入在這一櫃當中了 真的是非常感謝林凱恩老師 提供這一次Easy Hobby的猛蛋獸系列 來讓我們開箱喔 目前2016正宗歌吉他 以及1995紅蓮歌吉他 搭配超級X3的版本 都已經發貨了 那至於這個1995紅蓮的超高溫限定版呢 他的購買方式 則是預計會在9月3號的時候 在林凱恩老師的各展中販售喔 詳細資訊呢 大家可以去搜尋 林凱恩老師的FB 去隨時關注啦 對 真的 如果說你也是很喜歡歌吉他 又擔心說公仔玩具太大 家裡擺不下 這種小小的猛蛋獸系列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啦 也感謝各位今天的收看 有一陣子沒有開箱歌吉他系列的喔 畢竟我的頻道主要的流量呢 還是以拍遊戲為主嘛 玩具開箱真的是 只能用愛去支撐啦 所以希望各位幫影片點個喜歡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分享 你們對於歌吉他的喜愛 我們下一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皮豆子笑得很開心啊 全覺醒奧義 要你的命 沒想到居然還有剩下這麼多血 沒想到居然還有剩下這麼多血